原标题,向后会也晚了,乌克兰刚宣布结束战定让派,俄罗斯制裁就接踵而至上越地,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克赤海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,随后,乌克兰以此为由, 宣布国内部分地区进入战定状态,俄罗斯为防止乌克兰做出过激的举动,也向乌俄边境地区增加了不熟,只是一时之间非常的紧张,之后,果然如俄罗斯所料,乌克兰接连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,上北就岌岌可危的局势雪上加霜,不过好在俄罗斯一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,任由乌克兰胡闹却没有做出什么反应, 并且,还多次劝说乌克兰,这么做没有意思,因为乌俄之间的联系,根本没法彻底切断 显然,俄罗斯的意思就是,别把事做绝了,彻底撕破脸对谁都不好 这绝对不是俄罗斯在恐吓乌克兰,因为不管是能源还是常规商品的贸易,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,做得太过分,很可能就是自绝后路 俄罗斯确实有这个底气,因为自己比乌克兰强大的太多了,只是认为没有必要跟乌克兰拼个你死我活的,那样只会让西方国家渔翁得利 但是,乌克兰起初却不这么认为,乌克兰觉得,只要自己把事闹起来了,凭借西方国家跟俄罗斯之间的矛盾,绝对会全力支持自己,到时候一定能出一口恶气 然而,事情的发展,却完全出乎了乌克兰的预料,北约很果断的拒绝了乌克兰的出兵请求,好说答 说也就支援了一部分微致命性装备,而美国则更为直接,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做好加入北约的准备 这无意义是在警告乌克兰,自己热的事,北约是不会擦屁股的 在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态度之后,乌克兰立即就冷静了下来 本来嚷嚷着,还要去亚述海挑衅的事,也没有了下文 并且在战定状态到期后的第一时间,对外发布了声明,宣布结束战定状态 这跟之前外界认为的乌克兰想要延长战争状态的想法大相信情 显然,乌克兰在知道无法获得帮助的情况下,赶紧服软了 但是,俄罗斯其实好惹的,在战定状态结束当天,俄罗斯就宣布对乌克兰追加制裁 制裁名单一下,就扩大了到600个左右的个人或者尸体 乌克兰这才反应过来,难怪俄罗斯可以轻而易举的收拾自己 却一直隐而不发,原来是等着镇定状态完了再动手 接着,在29日的时候,俄总理又签署了新的命令 停止进口总额约5亿美元的乌克兰商品,接连的两个制裁 让乌克兰这个欧洲最穷的国家,只能追鬼莫及了 终于,俄罗斯就准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